二 一 瞄準把心宜蘭縣南澳鄉體育會 替第二屆全國原住民族 傳統射箭開工儀式 24日在南澳鄉 綜合體育館舉行比賽 泰雅族的其老們 發揮了重要的文化角色 為比賽的順利舉辦 和選手們的安全祈福 來自全國的原民選手 一同競技 就是之前可能看到這個東西 對他有興趣就練起來了 對於你第一次的表現 都沒有調整 然後這樣才練兩天吧 好像不是很好 我這個是第三次參加 因為以前我們最早 我們的祖先是用射箭 我們只是要把這個傳統找回來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的下一輩 能夠記得說 我們最早是用弓箭去狩獵 傳統射箭 一直是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環 藉由比賽能夠讓選手們 了解傳統文化 同時感受傳統文化的力量 有傳統射箭是我們過去 祖先所傳承的 這也是我們的文化 這文化必須要人緣不絕 今年有十幾個都是拿過冠軍的 這非常特別 很多的劍有高手的劍有都取締一場 這次比賽共有84隊252名選手參賽 在陽光下的熱情和努力 使得比賽充滿了激情和競爭 讓選手們更加珍惜 祖先留下來的傳統文化 期待未來的比賽 能夠繼續蓬勃發展 傳承下去 原始新聞 百度原民 普拉綠蘭一蘭南澳 才一段報導 到達到